原标题 沙马诺夫 我们知道 也一直在讲 美国自己在违反该条约 尤其是美国可以更换弹头的反导导弹 它们可以变成只是很短飞行时间 就能抵达俄罗斯的进攻性武器 我指从波兰和罗马尼亚 美国有能力重新启用在潘兴系列导弹 改造计划框架内开发的技术 比如潘兴-2的技术 部署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导弹 道额边界的飞行时间 只有10至12分钟左右 这对我们来说 当然是不可接受的 中导条约签署现场据了解 1987年 美苏两国首脑签订的 美苏销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简称中导条约 该条约规定 美额销毁射程 介乎500-1000公里的短程导弹 以及射程介乎1000-550公里的中程导弹 包括搭载常规理和子弹头的导弹 导弹的陆基发射器 双方至今销毁2690枚导弹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 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 指责俄罗斯领导该条约 并称美国需要发展该条约所限制的武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 莫斯科希望美国就此给出更详细的解释 并指出 中导条约破裂 将迫使俄罗斯为保障自身安全采取措施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说 该问题上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此外 美国的盟友对此也表达了严重关切 据23日的人民日报消息 德国政府发言人21日发表声明说 对美国宣称要退出中导条约感到遗憾 该条约是控制军队的重要力量 且符合欧洲利益 北约成员会就美方此举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讨论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对特朗普这一表态进行了批评 称这是令人遗憾的 这将给美国和欧洲带来难题 中导条约为欧洲安全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美国政府这样做让德国和欧洲很难办 俄纪元是美国在东欧部署的反导系统 克根换攻击性弹头 对俄构成威胁 为新新闻网英国威报 援引英国皇家联合职种研究所副所长 马尔科姆查尔莫斯的话称 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最严重的核军被控制危机 有专家指出 当前美俄军控协议前景堪忧 不仅法导条约以撕毁 中导条约即即可危 双方2010年签署的第三阶段 削减核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也将于2021年到期 如若这两个条约相继是效核到期 全球获将面临自1972年以来 首次对核国家的核武库 没有任何显示的局面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此番威胁 退出重要的军控与裁军条约 这种为维护超级大国地位而单边坏境 对国际社会带来历史的倒退 是在开历史倒车 更是对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的挑战 一旦条约撕毁 可能引发新一轮核决杯竞赛 危机全球核军杯控制和国际安全 成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正是由于美国在土耳其部署针对苏联的弹道导弹 导致核鲁小夫冒险向古巴秘密部署中程导弹 引发了几乎将世界拖入和打战的可怕危机 最后美国悄悄地撤出土耳其的中程导弹 才让世界平息 海外网头新穿